大家好,我是蜜嫩小兰입니다 米蘭食堂A,五千口,荒庸哈米达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学习的料理是 韩式泡菜懒人料理 泡菜煎饼和泡菜饭团 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100克的泡菜 40克的面粉 80克的水 首先将面粉倒入大碗里 再倒入泡菜和水 入汤匙搅拌均匀 现在倒入适量的油 咬一勺泡菜面糊放锅中 可以稍微调整面糊的形状 然后将泡菜面糊煎至深橘红色 煎好后,泡菜煎饼就可以摆盘上桌啦 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 200克的泡菜 500克的珍珠米 5克的芝麻 2克的麻油 小许的紫菜作为摆盘用途 首先,将珍珠米倒入饭锅里 把米洗干净 洗干净后,倒入两碗水 然后放进电饭锅里 开始煮 煮好后,将饭泡菜 麻油和芝麻 倒入碗里 搅拌均匀 泡菜 然后熟了 面糊 可以用青白色 煮净 拿一碗水 把鸡切干净 火锅都拌均匀 然后冬上几碗水 薄 than remained 搅拌均匀 然后,要几度滑 出一勺搅拌好的泡菜饭,放入紙袋里,按压至饭团的形状 泡菜饭团弄好后,撒上少许的芝麻和紫菜就可以上座啦 今天我们的泡菜懒人料理就学习到这里啦 这两道料理呢,它的烹调时间是少过10分钟哦 然后它最主要的食材单就是我们的泡菜啦 这个泡菜呢,它是不含防腐剂,不含葱蒜,是纯素的哦 这个泡菜还是来自Songga Kimchi 如果你想要购买,可以到我们的Facebook page,Instagram,或者WhatsApp去购买哦 链接就在下方 如果有任何疑问或想要跟我们一起学习的料理,欢迎在下方留言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动态 我们下期见,bye! 5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